各位天天下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天下杂志总编辑万余 在天下杂志初刊的星期四 我都会邀请一位天下的好朋友 帮大家导读最新一期的天下杂志 那这一期初刊的天下杂志的封面是 指尖上的金融站 那非常难得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是 国泰金控的总经理李长根 他也是我们长期的Weissman 我常常请教他非常多重要的问题 那请CK 我都叫他CK跟天下的听众们问好 各位天下杂志的 听众还是读者 听众大家好 我是国泰金控李长根 对 那很多那个 现在金融业的不论是很多的朋友 或者是很多从业人员 都是那个CK带出来的徒弟们 那很多人都谈到他就是做人非常成功 当然他在这个业界上的资历也是毋庸置疑的 所以我今天来请他谈这个题目 是最合适的人选 那今年一开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金管会开放了三家网络银行的执照 那第一家乐天银行通过了开业 那这个让资产净百兆的金融业呢 其实也就是开打了一个金融战 那所有没有想到的一些金融业的之外的非金融业者也加入这个战局 比如说日本的电商乐天或者是韩国的社交软体LINE 甚至国内的电信龙头中华电信也都来了 它不只是纯网银像说很多我觉得非常差异的线上线下的零售业者也都加入战局 像说全联虾皮PC后他们也把金融服务纳入他们未来的战略 但是我觉得其中最重要的还是我们金融业的龙头国泰金控 因为大家对于国泰金控的印象 我不知道是想到是什么 我想就是那棵绿色的大树 那大家过去想到它是一个人寿保险还有银行 那每两个客户当中 全台湾每两个人当中都有一个是他的客户 可是我觉得现在那个绿色大树的那个 有一个新的意义 他是一直说 渗入我们所有的十一柱形的一个金融的场景 然后他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今天想要特别请教CK 就是说这个纯网银的开打的话 对于所有的金融业者和对于消费者的意义或冲击是什么 好 谢谢 基本上来看纯网银 当然对台湾是一个新的议题 但其实真正的纯网银 它不是今天开始 在美国1995年就有新的纯网银出现 英国1999年 日本2000年 韩国2017年 台湾是今年才开打 所以在探讨纯网银的影响的时候 基本上我们已经观察了二十几年的时间 其实比较大的关键在于是说 到底什么样的环境会产生纯网银 这样的服务形态 那我想从1990年整个网际网路开始 比较普及化之后 那经过2000年网路泡沫 坦白讲各种不同的运用 利用网际网路来提供各种服务 各种content变得越来越多 也有越来越多的大的资讯平台 开始推出各种的服务 现在整个computing power比过去要强很多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 消费者开始接触网际网路 开始发现到说 我有很多的选择 那也就是说 透过整个网际网路这样的形态的服务提供之后 消费者本身的选择钱变得比钱大 所以同样以前来讲 金融本身是一个高度监理的限制性的行业 你要取得执照才能够提供金融服务 现在很多的科技业者 或其他的相关业者 他不需要砸这么大的资本 他就能够用比较松的监理法规 跨道的金融领域来提供各种金融服务 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基本上从中你的出现是理所当然的 也就是说从纯朗云来看 他各方面的要求 基本上是跟银行也是一样的 比如说你资本人要一百亿 你要受很多的监理的法规的限制 所以我个人在看纯朗云的出现 基本上我在想的是说 这样一个大环境的一个演变过程中 让消费者有更多的选择性 所以消费者本身的使用习惯 才是将来在金融服务上最大的关键 也就是说你怎么样能够了解 更细致更清楚了解消费者的需求 然后善用各种新的工具 让整个消费者在使用你的金融服务的时候 是非常的方便 非常的愉快 甚至非常的好玩 那这样变成说整个消费者在跟你在借接的时候 那是一种愉快的体验 所以我在看纯朗云的出现 基本上我是从这个角度来看 所以这样变成说整个金融产业过去有执照的保护 未来执照保护的作用在降低 所以基本上金融产业的人必须要思考的问题就是说 我们过去本身把金融本业做好 我跟各行各业合作 那基本上就金融交易可以完成 但是从过去二十几年的出现 包括整个台湾的出现 各个新的业者进到金融产业来 基本上金融产业必须要思考是 我们不能够再只是比较被动的服务 而是必须要主动地走出去 要主动地了解客户 主动地创造跟客户接触的各种愉快的经验跟体验 所以我觉得说纯朗云的出现 当然只是这个大趋势往前再跨一步 对台湾来讲当然是很重要一件事情 但是我在看整个纯朗云的出现 如果你从这个大趋势来看 你会觉得这本来就是很合理的一个趋势发展 像我刚开始就是说 我看到这一起故事的时候 它说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 我以为以前就是好像很简单 就是说我现在很少到尸体通路 其实我们楼下就是银行 我已经很少去楼下的银行办事情了 然后我几乎都在APP上 就是比如说我如果就在国泰银行的APP上 执行所有事情 比如说我的新转户 或者是说我甚至贷款 或者是转账 所有东西都在这个APP上完成 所以我就以为这是纯网银的取代的功能 后来我看了这期报道 我发现说其实不是这样子 比如说像他讲到国泰金控的一个策略 就是越隐形越成功 就是说我非常惊讶就是说 其实它在我很多平常使用的一个环境当中 其实背后都是国泰金控 我非常的惊讶 比如说像全家统一操全联或者皮擦 全联的皮擦配或者是好市多Costco 甚至成品的那个就是成品配 后面都是国泰金控 所以他放弃了以自家APP为尊的一种策略 可是是跟别人合作 然后变成他们背后的支付系统 所以他说这是另外一个阶段的一个纯网银的策略 这个还蛮让我惊讶 就是说为什么放弃自家的一个品牌 引伸到客户的背后 然后深入到消费者的使用场景 好像是我们没有想到的一个纯网 就是网络银行的策略 或者是一个新的战略的一个做法 可不可以谈一谈这个想法 我想刚刚谈到说纯网你的出现 当然对传统金融机构的影响 或是对整个金融市场影响 我觉得最大的关键可能有两个 一个就是说金融服务本身 如果能够把这个金融服务 跟各行各业去结合 就是用英文来讲叫banking as a service 你怎么把金融的服务 转换成可以去服务 不管是to be to see 各种的场景上的运用 去完成最后那个交易的 最后那个阶段的完成 这是一个概念 第二个我想从过去几年的发展 数位的发展 各种的数位科技的运用 各种数位平台的推出 那金融机构基本上也必须要思考 说我从过去的实体的分行 过去实体的服务据点 那么整个消费者习惯改变之后 我能不能把我的服务也越来越数位化 所以大家都在进行数位转性 那么尤其从去年开始的新冠疫情 我相信这个趋势是更明显 也就是说将来在整个金融市场的发展 banking as a service 这个概念我们能不能像 我常常讲到这个像 以前老子讲说上散落水 也就是说你如果像水一样 你跟所有的东西可以结合 所以上散落水 你可以跟任何东西结合 你可以利益任何的万事万物 那你今天有水 加咖啡粉就变咖啡 加紫菜就变紫菜汤 你可以创造各种不同的东西出来 金融本身也是一样 金融本身过去是 大家叫产业的协议 那你如果能够把自己转换你的身份 你在每一个不同的场景的 最后的交易的环节 你都能够帮这个交易很顺利 体验很好的完成 我觉得这才是金融本身要思考的问题 所以金融本身的本质 我常在想金融的本质是什么 你比如说保险就提供长期保障的作用 你银行做借贷两方中介的功能 你证券做交易的平台 那么不管从保险 从中介 从交易 这个本质上 是你可以善用这个本质 这个功能 去协助你的消费者 完成他所需要的 不管他需要保障 需要各种的人生阶段的借贷 或是做交易 去完成他的资产管理 但如果把这个功能 去隐身在每一个消费者 所接触到的场景 你让他很愉快的 很方便的 很安全的 去完成他的交易 我觉得这是金融本质 必须要去完成的使命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为什么我们想是做一个隐身 也就是说 过去当然很多事情是 我要做什么 我希望掌握什么 对对对 尤其是业界龙头 对 但是我们觉得说 如果回到这个金融的本质来看 也就是我们怎么样利用 我们的这个本质 这个功能 协助我所有的消费者 跟我相关 或是我们想去服务的对象 他能够很顺利 很愉快安全地 完成他的交易 但有些场景是在别人家里 那我有没有办法 转一个心态 就是我来帮助你完成 最后的交易 那这个过程里面基本上是 从什么都要自己主导 到放弃自己本身主导的念头 是我回到我的金融的本质 我回到金融的功能 我跟大家结合 让这个金融的本质 功能交易 中介保障的功能 可以顺利地完成 我觉得当然这个对我们来讲 是一种内部上的debate 也就是说 你怎么样从一个 自己要主控的角色 转换成是协助大家的角色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 一个很大的观念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banking as a service 的概念往前推 那就是我们现在所做的 想要建立生态圈的概念 因为你在金融竞争里面 我刚刚谈到的 因为现在选择性太多 消费者选择性太多 提供者太多 你怎么创造差异 怎么创造自己独特的价值 那金融本身在很多场景 它是一个配合的角色 比如消费的场景 饮食的场景 都不是掌控在我们自己手里面 所以你要什么都掌控到这里 那不太可能 所以不如反过来 我去协助这个场景 所有消费者本身所需要 金融功能的完成 那基本上也是达到 我服务消费者的作用 所以有的是我直接去做服务 有的是我间接做服务 但是我可以让我金融的本质 金融的功能 可以充分的发挥 让我在生态圈 跟我合作的这个对象 不管是2C 2B 都能够得到最大的 金融服务的价值 那我觉得这个才是回到 我金融本质 金融功能在思考这个问题 是 帮客户 也帮那个伙伴成功 那这个策略 大概几年前决定 那中间的底辈 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呢 坦白讲因为 就像你刚刚谈到有包袱 就是说 你总想说我是在台湾 算是最大的一个金融业者 对 那很多事情都想要自己主导 对啊 是龙头这样子 但是我们后来就讨论完 之后觉得说 如果像我刚刚前面所讲的 这个大的环境的改变过程中 有很多东西都不是掌握 在我们自己手里面 比如说很多科技平台的业者 他推出了服务 这个场景不在我们手上 很多零售的这些场景 不在我们手上 所以你预期要自己什么都要主控 可是你有主控不了 那不如转换心态是 我从bank of service的角度 从ecosystem的角度 我自己去跟他们合作 去帮助他完成 让我这个生态圈 可以越见越完整 让我的bank of service 这个可以真正地化为 他最大的功耀 所以我想我们开始 在谈这个概念的时候 是大家有点觉得说 这样是对吗 这样对吗 那到底这个长期的价值在哪里 所以当然我想内部上开始 也是有些讨论 但是后来大家观念转变了 就速度非常的快 那我想这点走下来 大概也跟这些伙伴合作 非常的愉快 那现在有些业者 在跟我们这个策略在走 那我觉得说 看起来这个是一个方向 是对的 也就是说回到我刚刚讲的 bank of service 金融的本质 金融的功能 我如果善用 自己本质的本质学能 然后跟其他的业者做合作 让消费者可以得到 更好的服务 那这才是我一个金融业者 本质人该去完成的使命 不是吗 对 因为你们走得早 几乎都是抢下 最重要的一个版图 譬如说刚刚讲说 全家统一超 或者是全联的PXP 还有Costco 几乎大的不同业态的 那个龙头 也都是变成你们的partner 所以就是说走得早 版图也走得快 其实是看到这个策略上的成功 那所以我们先休息一下 那待会再来听听看说 其他的一些非金融业者 怎么进攻这个金融服务的市场 还有就是说 对于国太亲共内部的一些 策略转折当中 他们自己文化上的冲突 怎么样来解决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来 好 谢谢 刚刚CK谈到很多 国太亲共越隐形越成功的策略 我觉得非常的精彩 那我接下来就要请教一下 就是说这么大的一个机构 因为其实金融业还蛮保守 保守的原因是因为它是很多 法规的监控 高度的监理 然后最重要就是说不要犯错 因为是就是保护消费者的财产 所以它在很多的思考上是说 不要有风险这样子 可是科技 因为我们就是说会导入很多科技的观念 或者是很多科技背景的人才 他们第一个就是要冲 要实验要很快 那这个很多的文化的冲突 可不可以谈一下 我听说好像光一个登陆 就有很多文化上的冲突 可不可以举几个例子 让我们知道说这个转型上的痛苦 我想其实真正转型的关键 还是在mindset的改变 因为人本身对事情的这个mindset 还是不同 那我几个稍微远一点 就比如当时金控刚成立的时候 大家都想要组一个 我常常开玩家组一个宇宙无敌的金控这样子 那所以那时候大家都想各种不同的组合 但是后来我慢慢发现到说 其实这个广益的金融 我刚回到金融的本质 你金融 保险 银行 证券 看起来都是受金管会建立的行业 但是坦白讲那段时间 我很深细的去研究观察 我后来发现到说 其实广益的金融 even连保险 证券 银行 那个mindset都差非常的多 你不要讲mindset差很多 连那个讲话的样子 走路的样子都差异 所以你这样的状况下要整合 本来就不太容易 所以基本上我相信每一个金控 在整个过程中都经历过这样的一种 怎么样找到一个最适的一个运作模式 也就是说你必须要经过调试融合的阶段 尤其当时很多的并购案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就我们来讲 我们经过这些整合融合的过程中 并购过并购的这些整并的过程里面 对调整自己 适应新的文化 对大多数的主管不是难题 因为我们不断在并购 不断在发展 甚至到海外去发展 你到每个国家去 每一个mindset都不一样 对 文化上都不一样 各种文化都不同 所以你必须要保持高度的弹性 去思考 在每一个不同的状态下 不同场景下 去找到最适的一个解决 那当整个开始 看到外面数位的环境在慢慢承行 这个科技的趋势越来越猛烈 在跟原来的产业的营运模式 造成对撞的时候 我们基本上觉得说 我们真的必须要做比较大的决心 来做数位转型 那所以当你开始要做数位转型 那时候就是 那我们要从自己里面的你自己找 还是从外面找 那后来讨论完之后觉得说 我们还是需要一些新的撞击 需要新血进来 那个撞击的速度会加快 那进步的速度也会加快 坦白讲这个过程里面 一开始当然 因为mindset不同 对一件事情本身的看法也不同 你对原来的金融产业的同仁很习惯 他一定先想到警管会的规定 外法内规到底怎么规范 法装会怎么看 然后基业会怎么看 所以他本身他的脑袋瓜 就有这些条条框框的在里面 可是就外面人 自卫人进来说 消费者就需要这个 就这样做就好了 你干嘛那么啰嗦 所以我想这种东西很正常 因为你不同的角度看一个问题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是什么 我们比如说很简单 比如像你刚刚谈到登录好的 登录最简单 登录有什么复杂的 登录本身你就把页面做好 你把需要知道填一填就好了 可是就原来金融业只会发现到 你发现到金融业本身 对银行的登录的要求 保险要求 证件要求 投信要求 都不太一样 好 那你今天本身想说 我今天从金融业 都当然很希望说 你就把它统合 变一个简单的 一个流程就好了 不管今天哪个子公司 人寿银行产检 都可以用 可是等到真正进座下 发现到说 那个真的是不太一样 所以像这种东西 就很简单的一个登录的动作 那你就会发现到说 它不是像你科技业的想说 就这样做就好了 那么简单 它背后很多的 法规上的限制 每个缓解 你都必须要合法合规 所以像这种东西 基本上一开始 一定会有很多 不同的一种意见会产生 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 融合的过程 也就是说 这个讨论过程 只要你能够open mind的 去思考 去讨论 那彼此知道 所以传统业者本人会觉得说 以前就会受到这些限制 所以你会很习惯 用原来的比较严谨 很复杂的方式思考问题 可是很多科技业者 进来的人 他就会觉得说 就这样做就好了 很简单 因为有个新的工具 新的方法可以用 所以这两个变成说 对原来的同仁 他会觉得 好像有新的工具可以思考 那真的是 好像过去三个步骤 现在变成一个步骤可以做 对原来的同仁发现到说 虽然这个新的方法 新的平台很好用 但是法规这个环节要处理 那个环节要处理 要不然你会有 合法合规的问题 当两边融合之后 坦白讲 就可能会 你可能没有办法说 一个步骤可以做完 但可能变成1.5个步骤 就可以做完了 说不定 所以我觉得 这样一个融合过程里面 你会看到说 一开始 坦白讲相对辛苦一点 但是我觉得 因为我们想做 数位转型的决心 是几乎是top down下来的 也就是说 从整个集团的所有高管 都决心要做数位转型 那要数位转型 当然是一个决心 就是你的心态上要做 但实务上怎么做 你总要找方法 所以除了找人 找团队之外 我们自己本身也在想 用哪一种方式来做 这个转型的试验 跟一种观察 所以我们也尝试一些 不同的方式 那后来就用一个 战情室的方式 在运作 也就是说 我们战情室 比较特别是 我们战情室的sponsor 都是各职公司的总经理 各职公司 对 我现在正要打断你一下 就是说 因为大家都说 这个国泰 这个数位转型的成功 是高管的支持 就是top down 然后很决心很强 所以就决定要做了 然后我就是刚好 要请教 这个组织架构 是怎么样子的设计 它是另外拉出来一个组织 还是说 它是一个 就是讲 战情室各职公司 就是可不可以 这个组织架构的设计 跟大家分享一下 OK 我想从组织设计 当时我们就决定在金控 设一个输出法的中心 也就是说 当时我们想说 与其让各职公司 各自去发散 不如把数位转型的功能 就放在金控 那从金控跟各职公司 来做对接 所以输出法你可以看出来 现在大概慢慢的人数 这几年增加到 现在大概700个左右 那我想到今年底 可能接近800个人 那也就是说 我们透过一部分外找 一部分从内部的同仁 去做转调 那用这种融合的方式 然后在金控里面 成立输出法 那你可以看到输出法 本身虽然叫输出法 它里面的组织 这几年基本上也变得非常的大 你看那部门重组来 重组去也变得很大 为什么 因为有不同的界面 那个科技界面出现 可以来使用 或是我们本身 每一段阶段里面 要关注的焦点不同 所以我们组织 本身其实不断那边 那么这些人 基本上有一部分 是留在金控本部 有一部分是派到子公司去 所以就是用这种方式 就把整个数位人才 统合在金控 然后跟子公司搭配的方式 这是第一个组织上 就这样子安排 所以他就是说 第一个他是有 各子公司的总经理 在是里面的担任 这个到下面 这个是运作的一个模式 是战警士的部分 但先谈组织 他放在金控里面 那里面就是有外面找的人 也有各子公司 觉得挑选比较适合的 总子部队 把他挑选进来 对 没错 然后再把他 需要的时候再把他放回去 向开展出来 那一开始是做比较算 我们大家讲 做基础工程的工作 包括整个资料的清理 我们整个IT的架构的 整个检视 重新调整 这一部分基本上 这前面花比较多的时间 在做基础工程 然后我们就开始想 基础工程开始 到一个段落 包括整个资料清理 也有相当的程度之后 总要开始来用 那到底要怎么用 然后对子公司会有帮助 所以当时我们也 在思考用哪一种方式 比较有效 我们就用战情室的方式来运作 坦白讲这个都是 用摸索的过程 那战情室大概就是说 我们对假设 比如说我今天有一个课题 就你刚刚谈到的 就是说我在登录这个课题 或是在营运的主题 比如说我今天想要改变 我的消费者贷款的 消费者体验 那我们就成立一个 消费者贷款的一个战情室 那我们就会把相关的同仁抓进来 那这里面基本上就是 我们每一个子公司 比如说这个是消费者贷款 那可能是银行来做主要的业务 所以银行的总经理 会是这个战情室的sponsor 那当然下面会有PM 会有相关的同仁在运作 那透过战情室的好处在来是说 因为它脱离了原来的运作的模式 所以可以完全放开 我可以帮你思考说 在现在这个timing上 到底消费者的需求 消费者本身希望什么样的产品 希望什么样的服务 我们先有哪些的工具可以善用 我先有哪些资源可以来使用 那透过这样不断地吸引你之后 就可以找到很多新的solution出来 所以这里面有很多新的service的solution 有很多新的产品的一个架构 可以推出来 那当然在推出里面 有时候会跟既有的产品会有冲突 那我们就会把法务法尊 封管集合拉进来 那他们会每个礼拜去讨论 这个相关的议题 也就是说我们希望 这个所有的战情室的眼里 都是在一个合法合规的前提下 它可行 然后它可以在整个推出的时候 不只是新的产品 也可以让我既有的产品线 可以某种程度上效力改善 那所以用这种方式的推动里面 你可以看到我们一个一个在往前推 那推完之后这个产品 这些人就回到了他的单位去 他就可以产生种子的作用 那如果跟原来的产品有冲突的话 就是你们这边在协调吗 基本上是这样 我们如果跟原来产品有冲突 就会开始想说到底哪一种方式会比较好 哪个产品的长期会比较好 比如说我们本来就有各种的信贷的产品 那有的是从分行的柜台在推动 有的是通过直销型 就是电话部队在推动 那现在有些相比我们银行有个所谓的谈利贷 它基本上就是从占领市演你出来之后 那么它就直接从我们 从线上 它没有下行交预算的方式去做推动 那它没有下行交预算的时候 也考虑到说不要去跟电销部队有冲突 那但是你发现到说不同的方式 不同的产品推出之后 因为消费者需求不同 所以你可以看到不同的效果的呈现 不同的客群 那我们每段时间就会去检视 检视检视 那要不要整病 要不要再推动 会不会再推新的东西 所以用这种方式推动的效果 就是速度加快 你可以在这个战争里面 有各种不同的发想都可以 然后透过我们不断的检视 透过把法法风机进来做合作 在合法合格的前提下 就可以推动得非常快 有真的困难 那你的sponsor 各公司的总经理就会跳出来去协调 所以我们这个运作方式下来之后 觉得还不错 在战争师里面的运作 主要的我们一个叫slogan 就是说我们就是鼓励同仁 就是what would we could 就是说what would we could 如果我们可以抛开 既有的限制的时候 有没有一个更好更新 更棒的想法出现 那用这种方式运作之后 觉得说有些新的产品推出 那当然这战争师通人会 会exciting 等到他们回去把这个概念 把产品带回到原来的部门 它就变成是一个 扩散发散的一个种子 所以我们当时在做战争师 当年不太可能容大很多人 但是不断透过战争师的运作 然后让这个产品发想回去的 同仁回去单位里面 它那个扩散发散的效度 速度就会加快 是 我觉得一个那个 就是资源很丰富的一个龙头 做这样子的调整 它的那个效益跟那个渗透 其实是会很惊人的 就是说就是很难得 就是说这么快做转型 然后要有很多的整合跟调整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我们这次也写得很深入 那也大家如果 因为我们时间上有限 就是更细节 可以欢迎大家看这期天下 那我最后想要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因为这次竞争 还加入很多非金融业者 我觉得也还蛮surprise 像PC Home 中猪 某某 他们也可以觉得说 他们可以提供不同的金融服务 因为现在法规也开始 比较开放一点 你怎么看他们加入 这个战局的一些优势 或者是 niche 那可能你 因为我很了解你的个性 你就比较不会讲别人的劣势 就是说那你觉得说 他们的角色通常是会对这个 这个环境带来什么样子的影响 其实我的看法是从 我刚刚跟你 最开始报告 这个大骑士就是因为 科技的工具越来越普及 那么所有的业者 他有很多的场景 就在他们手上 所以他如果想要用新的工具 善用他的场景 去提供金融服务 现在法规上又不像过去 那么的严格限制 这个本来就很正常的现象 所以我在看这个是在于说 这个其实是很正常 也就是说 banking as a service 这个banking 它是一个服务的一个价值 它任何地方 anytime anywhere 都有可能会有不同业者 会在他所掌控的节点 跟场景提供这个服务 我觉得这很正常 那么对金融业者来讲 要想的是说 我们过去本身 你金融这个领域 大家都走进来 那我常常讲都 你别人可以走进来 为什么我们不能跨出去 所以包括像刚刚你所谈到的 隐形的战略 这个都是走出去的一个思维 也就是说 过去来讲 人家找我们合作 人家进到金融领域来 那我们为什么不直接走出去 跟各行各业 像我刚刚想的上山落水一样 跟各行各业 跟各个产品 各个场景 能够去做结合 然后提供你金融的本质 金融的功能 所以我倒觉得说 在看到这么多业者 进到金融领域来 这是好事 因为消费者有更多的选择 然后既有的业者 也必须思考说 如果你要跟 越来越多竞争者竞争 包有优势 你就必须回到你的金融本质 跟金融的know how上 善用更多的工具 更多的平台 提供消费者 更有感 更好的体验 更方便 更安全的solution 那我觉得说 这种撞击的过程里面 大家都在成长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开放的 一个环境里面 每一个人都必须 open-minded 去思考 所以就我们一个将近 60年的一个集团来讲 当然资源很多 但是坦白讲 过去的mindset的负担也很大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 我们在做数学转型的时候 是所有的主管 高管都会很积极 跳出来 是因为大家意味到说 没有错 我们累积很多的资源 但是我们累积过去的 成功的经验 都变成我们mindset上的包袱 所以我觉得说 面对这个问题 面对整个数学转型 那我觉得说 基本上来讲也是 一个算一个 改革的过程吧 就是说 因为这个东西不是一个 我今天买几套电脑 找几个人就可以结束的问题 其实它真正的关键在于是说 你能不能让同等的mindset去转变 环境改变了 你的竞争对手改变 消费者改变了 我们自己提供服务的人 也必须要改变自己的mindset 然后你了解 对消费者更深细细致的了解之后 你能够适时的解决他的痛点 在一个适当的时间 适当的地点 提供他适当的产品跟服务 这个才是一个回到金融本质 金融本业的一个天职吧 今天非常谢谢CK 他讲的东西 我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他刚刚讲说 Bank as a Service 还有就是上善若水 这句话就是 打开自己的领域将界 跟心胸跟别人合作 我觉得在2021年的 开年的第一个节目 就可以听到这么丰富的内容 我觉得收获非常的丰富 那今天谢谢CK 跟我们聊了这么多 当然是更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 收听我们的决策者听天下 那希望大家可以下载 天下杂志APP 有一个更好的收听环境 有一个更好的收听环境 我是吴婉渝 决策者听天下 下次节目更新就在1月28号 我们到时候再见 给大家看